国道一号又失交流到附近 昨天晚间有女子突然跳车 被号车撞上伤重不治 而今天下午检方到殡仪馆相宴 家属也到场神情憔悴 不慎撞上女子的驾驶表示 当时她的车速大约是95公里 而女子在她前方 约两公尺的距离突然掉下来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国道上29岁占星女子满身伤 倒卧路中央 救护人员赶底不断帮她CPR 14号晚上8点多 她搭乘家人车辆 行经国道1号68.2公里 又失交流到附近时 疑似精神状况不佳 当着妈妈的面前突然开门跳车 后方自小客车闪避不及撞上 女子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人回天法术 头部及肢体多处撕裂伤 又大腿股辅折 到院后宣告不治 意外导致国道一度回堵数公里 警方花了半小时排除 恢复全线通车 15号下午 警方来到殡仪馆相宴 家属面容憔悴 而意外撞上女子的驾驶 心情同样很忐忑 女子在国道上突然跳车 遭撞驾驶是否有责任 律师认为驾驶可能有机会免责 因为并非疏于注意才酿货 驾驶人难以预期 高速公路上会有人突然跳车 因此基于信赖保护原则下 照哪位驾驶人有疏于注意 前方车况这情形 意外来的突然众人食料未及 女子为何突然跳车 还要等警方进一步理清 解林朱强台报道 感谢观看